今時今日講北美運動 除了MLB之外 都沒有辦法不講Sally recap 公之母 甚至有時都有人說 不如歐洲職業男子足球也搞一下這件事 因為他們覺得既然有公之母 Sally recap 便可以限制各支球隊給球員的待遇 換言之對平衡各球隊的實力是有幫助 令場面強弱非常嚴肅的情況可以減少 但當初為何會有Sally recap 制度出現呢? 在多個採用制度主流職業運動賽事中 最先引入這套制度的應該是NBA 今次講的這本書是講述NBA出現公之母制度的故事 這本書叫做Cat How Larry Frazier and David Stern Builds the Modern NBA 顧名思義 作者將焦點放在封面的兩個人身上 David Stern 大部分關心NBA的人都知道 他做了NBA總裁的職位差不多30年 Lawie Frazier 就不太出名了 這本書 德國強調Lawie Frazier 其實在影響NBA發展上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他是甚麼人呢?他是一個律師 一員制會在1961年開始幫助NBA球員工會處理會務 以不同身份協助工會運作 最特別的地方是他同時擔任很多籃球員的經紀人 一面做經紀 經理人一面做工會工作 這個潛在利益衝突又沒有影響球員對他的信任 說回公之母 即是源於1983年NBA勞資雙方的集體談判協定 那時David Stern 還未做總裁 他那時是法律顧問 總裁是Lawie O'Brien 但這本書想表達的是在1983年的時候 David Stern 的重要性已經比奧馬英更加要大 而為何鞭商Lawie Frazier 被視為奴方在這次鬥爭中的關鍵人物 剛才說過了 工之母被視為平衡國隊波實力的機制 但其實當年為何資方要提出搞工之母 就不是想平衡國隊實力的 是純粹想減少成本而已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因為在70年代尾甚至80年代初的時候 NBA也不特別受歡迎 和今時今日有很大分別 70年代的時候 NBA要賣轉播權給全國電視球台CBS 都賣不到什麼好價錢 所以當時資方抱怨很多隊伍都財政困難 就跟勞方說 如果不限制薪酬的上限 那波就會倒閉 只會沒了一份工 勞方諷刺不太相信資方 反過來就說 你說你虧本 拿些文件 拿些證據出來 那時候資方真的願意給勞方看 勞方看完之後 發現有些波真是財政狀況很差 財困是真的 但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你財困而已 勞方是不是有責任讓步妥協呢 因為如果那隊伏本是你資方 經營者 東主的經營手段有問題的話 那做什麼要找打工子女 幫老闆的錯誤埋單呢 所以所謂要打工子女 基層市民 這些所謂共渡時間的呼籲 其實就很難敵得過這個說法 因為那個制度 那個問題不是他們所做出來的 在82至83年球季的時候 勞資雙方的談判 一直都沒有什麼重大的進展 所以NBA球員工會一路打算 在83年4月的時候就罷打罷工 那為什麼選4月呢 因為4月就差不多打到季後賽了 那個時候就是NBA收入最多的時候 那你選擇在那個時間罷打罷工 就會令到球員比較有這個耳駕能力 那其實除了季後賽那個階段之外 另一個可以提升這個球員耳駕能力的時機 就是全明星賽的那一場球 這本書也比較詳細地講述了1964年 這個明星賽前 球員為了爭取這個退休金計劃 而威脅打打 在賽前的時候 在更衣室中 20位入選的球員 曾經進行過一次罷工的投票 18票 贊成2票 反對通過了罷工的計劃 而其中一個投反對票就是 鼎鼎大名的張伯倫 說是明星賽 張伯倫以外都是明星 所以我們在那次明星賽的罷打事件 看到當年明星球員 願意用他們的地位 為全體NBA球員爭取這個權益 某程度上這個選擇或現象 呼應了這本書中所講的 Lavi Freysha的一個觀點 他就覺得打領球員工會 應該要由球星來打領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為老闆不夠膽動他們 果然 當晚64年的全明星賽當晚 原本9點開球 去到8點55分 支方才給回正面的訊息 球員在8點踏11才決定 不霸打 上陣表演給觀眾看 可見當晚的行動是有正面的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 在8月至8月至8月到球季 即費城76人 在季初簽了摩西斯馬隆 這個交易或者收購 或者這個決定之所以重要 就是因為在之前幾年 費城76人在J博士 Dr.J 這個Julius Ehring的領軍底下 多次都和NBA總冠軍擦身而過 而當年引入摩西斯馬隆 被視為76人爭取總冠軍的 最後一塊拼圖終於組好了 那時候J博士和馬隆 都沒有拿過NBA總冠軍的 果然在球櫃裡的例行賽 76人一直都是一枝六獸 而當時的氣勢大有可能 令這兩位名將可以手上冠軍之味 但問題是如果你去罷工的話 即使食月洲去罷工 球櫃可能取消 那他們就贏不到冠軍 不過當年76人的球員 都是支持這個罷工的 幸好在最後罷工準備要一足即發的前夕 勞資雙方終於完成了談判 最後76人也贏了那一屆總冠軍 也是兩位經典球星 J博士和摩西斯馬隆 球員生涯唯一一次的NBA總冠軍 為何當年在83年4月的時候 勞方願意接受公之母的方案 當然是因為他們同時欠到另一些東西回來 最重要的是NBA的收入 最少要有53%是要用在球員身上的 為何重要呢 剛才說過了 那時NBA的地位或受歡迎 普及程度和今天是有段距離 但Larry Frazier預示了 其實在收費有線電視越來越普及興起之後 將會為NBA大來巨額的收入增長 所以透過在公之母議題上讓步 而爭取可以分享到NBA一半以上的收入 他們會覺得這次的讓步或妥協 對勞方是有利的 而到今時今日 NBA整個營運仍然是深受 這個83年所制定的制度所規範著 所以這本書的附題就是這樣說 就是說David Stern和Larry Frazier 當年的談判 如何掃造現今的NBA體制 所以有時你可能會看到有個球員 突然拿到一份天界合約 他明明不是最一流的球星 為什麼呢? 很可能是因為那一年剛剛NBA有新的廣播合約 而那份廣播合約當然是收入會比之前那份更豐厚 由於那個收入分享機制的規定 我一定要把錢花在球員身上 所以剛剛那一年你一個不是很厲害的球員 成為Free Agent自由身的話 就可以因此得到一份新價水象原高的合約 83年的奴資雙方完成談判之後 作為奴方談判主力的Larry Frazier 亦都說過有了公之母 很新的制度下 以後球腿之間實力不太懸殊 跌波又會很好看 更加吸引 但記住事實上 資方當初提出公之母的原因 是純粹想減少開支 如果不是因為當時剛巧有一個新潛在的 唐大收入來源準備興起 進而改造了NBA以致整個職業運動 而且在80年代初又見證了小鳥布特 Larry Bird、Magic Johnson等人的崛起 大領NBA在80年代開始復甦 後來當然就出現了米高佐敦 如果不是有這些背景 那次的妥協未必那麼容易出現到 為甚麼會有其他地方 接著了解 為甚麼會有其他地方 鞋子